最近四屆的全中運高女組的體操成隊競賽 已經有三年沒有頒發過銅牌 主要是因為參加的隊伍不夠的關係 那這也代表最近幾年 五國體操的基層人數出現了嚴重的萎縮現象 這是桃園全中運高女組體操成隊競賽的頒獎典禮 但是只有兩個學校受獎 由於參賽隊伍少 這已經四年來第三次銅牌隊伍重缺 體操它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項目 它要有場地設備 然後有教練 然後因為體操它從小就要開始練 所以它抉擇的路你很早就要決定了 你大概國小結束以後 你就要決定我要繼續往這個專業發展 所以到了專業的人數會非常少 競技體操發展條件比較嚴格 不論是選手心態還是場地建設 都必須到位才可能遍地開花 在全國的場地大概有六個體操館 大的體操館 那每個館能發展出這個高中或者國中的學校是有限的 有些學校它只有男生 有些學校只有女生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常態就是這樣子 國內體育署目前已經有規劃在學齡階段推廣體操運動 期盼讓更多孩童愛上翻滾的趣味 拓展人口之後進一步踏上 競技體操的舞台 希望這一次的政策它其實可以把體操補齊化 他們的選手訓練到我們的普中體操館 然後呢在升學的時候也是升到國中部跟高中部 然後我們再把他送到大學去 這樣子有一條龍的連旋接 空翻落地後的掌聲 選手回報滿足的笑容 這些艱難動作的背後往往藏著觀眾看不見的傷口 競技體操是條辛苦的道路 但是吃得苦中苦這條路才走得值得 UDN TV 許家龍 楊玉欣 桃園報導